印象中,很多农户都喜欢用尿素当作积肥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尿素的特性 看完之后你就会知道尿素怎样用,效果才会更好 众所周知,尿素被人们当作氮肥使用 它的氮含量在44%至46%之间 它是由碳、氮、氧、氢组成的有机化合物 尿素的水溶性比较强,是一种中性的氮肥 尿素在很多作物上都可以使用 最适合的就是当作追肥来使用 特别是用作根外追肥,也就是液面喷湿 这也是很多液面肥或者调节剂里面都会加入尿素的原因 因为在液面喷湿之后,叶片吸收非常快,而且利用率也很高 在尿素湿入土壤之后,要转化成碳酸氢胺才能被作物大量的吸收利用 整个转化时间需要5天左右 因此最好提前5天施肥 另外就是用完尿素之后不要立即浇水 浇水会造成尿素养分流失至土壤深层 尿素里面含有塑二尿 塑二尿会影响种子的发芽和生长 所以尿素一定不能当作肿肥食用 另外,尿素当作液面喷湿的时候,浓度应该掌握在1%左右 带着媳妇准备的干粮和小卖部买的方便面 蔬菜种植户老李坐上了开往山东的火车 这次去山东,老李的心中是充满了期待 北京一家专门搞蔬菜种植技术的公司 在山东搞了一场有关蔬菜种植的知识讲座 讲座的内容正是老李平时非常头疼的问题 蔬菜上面的粉湿和记码的防治 蔬菜病毒病的防治 本来面对一千元的学费,老李还有些犹豫 但听到业务人员说 来讲课的都是农科院和农业大学的专家 老李咬着牙后根交了学费报名 回来之后,老李气得直骂娘 他告诉我说,在一天半的学习结束之后 老李自己坐在宾馆,删了自己几巴掌 本来想着去学习一下种植的知识 结果一天半的课程讲的是粉湿有多少种类 粉湿的发展历史 怎么去分辨不同的记码 病毒病一共有多少种等等 讲课的东西跟书上说的差不多 学费花上一千 车费加上住宿吃饭又是将近一千 这得卖多少蔬菜才能挣回来 早知道自己在家看看书算了 花了一千多块钱来看了一天半的PPT 说起这件事情,老李的肠子都毁清了 各位农户朋友们 你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大家感觉什么样的课程对种植户最有用处呢? 外面下着小雨 一个孤独的老人站在路边 手里也没有打伞 地上放着一篮子青菜 远远地看着老人的样子 脑海里浮起老人在菜园里辛苦的清景 四月的天气 空气中还是有一丝的凉意 看着老人的身影 忍不住上去买了一些青菜 回到家洗菜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问题 小捆的台菜中间 夹杂的都是又粗又老的台菜 一下子美好的心情没有了 虽然这种现象在菜市场有时会遇到 但是在路边一位老人手里 买到这样的套路蔬菜 真的让人很难接受 有些菜农为了图一时的赚钱 外表看起来很好的蔬菜 拿回家之后打开就不一样了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自己 好好的市场给毁掉了 这样的销售方法能长久吗 不过幸好 这种现象毕竟还是少数 大多数的人还是有一颗淳朴的心 希望某些少数的种植户 不要透支你在大家心里的 淳朴善良的形象 只有踏踏实实的做人做事 才能走得更远 过得更好 前几天遇到一个很倔的种植户 他种植的主要就是大葱 韭菜和大蒜 在聊到病虫害防治的时候 老先生非常不耐烦地跟我说 你们是有学问的专家 俺就是个农民 也不认识字 不要给我讲什么病 怎样发生的 你就告诉俺 怎样才能让蔬菜不生病就行了 其他的俺也听不懂 听完老先生的话之后 感觉很生气 但是仔细一想 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农民不在乎什么病害 只在乎怎样让蔬菜的产量上去 不生病 产量自然就好了 仔细想一下之后 我告诉他 在蔬菜的整个生长期 使用笔作米菌脂 加本米甲环作 加哈茨木巨糖 这三种成分加在一块喷雾 就能防止病害的发生 一个生长周期 用上三遍就可以了 最后一遍可以加上磷酸二氢钾 来增加产量 使用这个方法 不敢保证防治所有病害 但是大部分的病害 基本都没有问题 老先生听完之后笑着说 这才是俺最想要的 今天中午来俺家 俺请你喝酒 这就是农民非常朴实的一面 希望这个配方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前段时间呢 我们正好是到了一个蔬菜的一个基地去参观 这个菜参观的时候呢 你像机型果呀 包括一些空洞果的 几乎是没有 我们的这位种植物呢 老李呢 就是随手在这个棚内啊 就是摘了有几个番茄 让我们尝的时候啊 还没有等我们开口 人家说了这个番茄啊 没有打药 只要擦一擦呢 就可以吃 所以说呢 在吃的时候感觉是比较酸中带甜 有一种很沙的一个感觉 这个味道呢 其实还真是有一种小时候吃的一个味道 你猜它 这个番茄 一般每亩能产多少斤呢 三万斤 它的妙招 主要是什么呢 一亩地的一个棚 放了一箱的一个雄风 这个雄风啊 其实也属于蜜蜂的一种 我说呢 为什么你不用蜜蜂或者人工去授粉呢 他说人工授粉 目前这个代价呀 特别的高 而且呢 很容易造成一个空洞果 另外呢 也有畸形的比较多 像蜜蜂授粉的话呢 蜜蜂那么对环境的 要求呢 比较的严格 比如说呢 就像现在这个环境可能有时候会出现连续的一个低温的一个天气 所以说呢 很很难成活 相对来说呢 雄风 比较能够适应 雄风呢 它这个个儿呢 比较大 也就是我们农村经常见到的这个土风 它这个个儿头比较大 全身的比较茅容 耐低温呢 另外呢 瘦粉也比较充粉 为此呢 我专门的去网上去查了一下 你还别说 对雄风来说呀 它这个作用 还真的是不少 比如说像柿子 用过以后啊 相对呢 就是这个个儿啊 特别的均匀 另外呢 从数据上来说呀 比人工授粉 最起码要增产 50%的产量呢 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农民朋友们 如果你们有用过雄风 进行的一些授粉 请在下方呢 直接分享一下 你的一些用法 以及效果 好了 感觉视频可以呢 请在下方直接点击关注 蔬菜种植户 尤其是咱们的瓜类种植户们 在生产的过程中啊 往往呢 都要进行一些蘸花 或者是喷花的一个处理 但是呢 无论是蘸花 或者是喷花以后 只要是经过两天左右的时间 只要是出现的一些植片 那么扭曲 还有变形的一些症状 或者说更为严重的一些呢 它这个植片呢 已经出现了像一个 鸡爪状 这样的一个症状 包括生长点呢 同时也会消失 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白了 咱们使用的蘸花剂啊 已经过量了 尤其是使用24D这种调节剂 所以说呢 本期节目呢 我们就针对生产实践中 那么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尤其是24D这种调节剂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使用 才能避免去出现 类似的一些要害 或者说是我怎么样的使用 才能够更高产 在使用上呢 一般我建议呢 就是如果你要是为了去点花的时候呢 这个浓度最好是不超过30毫克每公斤 要是在喷花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浓度呢 最好是不超过25毫克每公斤 千万千万不要去重复的蘸花 或者是喷花 如果我们自己在配置的过程中呢 我建议是里面呢 你稍微加入一些红颜色呀 或者是蓝颜色 或者是绿色的颜色 一遍雨呢 就是你喷过花啊 或者是处理以后呢 能够辨别清楚 以避免呢 你再次重复或者二次沾花 第二点方面呢 是在使用的时候啊 千万不要将这个溶液呀 是喷洒或者是低洒到 那么嫩样或者是生长点上 以避免呢造成损伤 第三个方面呢 是如果说现在已经出现了 我们上述所讲的这些症状 我们呢 就可以使用 那么400倍的尿素 再加上500倍的糖 来进行喷雾 一般呢是连喷两次 每隔五天呢 去进行喷洒一次 这样的一般使用两次 这样的症状呢 就可以减轻或者说是消除 好了感觉这个视频呢 对你有帮助 请在下方呢 直接点击关注 种植虎杨超给我打电话 说起了他的烦心事 在城里买的蔬菜种子 可是种子的发芽率很低 他感觉应该是种子出现了问题 他跟我说 您是资深的农业技术专家 您感觉应该怎样去判断 种子质量的好坏呢 分辨种子的好坏 首先要看种子的颜色 一般颜色发案的种子 大多都是陈旧种子 或者受潮的种子 颜色过浅的 可能就是成熟度较差的种子 好的种子颜色都是比较鲜艳的 另外选用种子的时候 要选择大小均匀的种子 最好是在买种子之前 先做一下芽绿测试 有种植户会说 我没有测芽绿的恒温香 怎么去测呀 其实不需要恒温香 在家就可以操作 把种子在温水中浸泡 十个小时左右 然后用湿布包起来 放在室温内 保持种子的湿润就可以了 如果出芽绿在90%以上 这样的种子就可以购买 如果芽绿在80%以下 这样的种子就不要再去买了 蔬菜种植户们都知道 饼肥用到蔬菜上 效果是特别特别的好 是咱们大棚蔬菜 一般作为底肥 或者是椎肥 它最佳的一个选择 但是很多的种植户 根本就不知道 饼肥 其实呢 还要经过发酵 就像我们的一位种植户 吕大哥 那么种了两个棚 一棚的辣椒 一棚的西红柿 它呢 就是在当地 这个榨油的一个小做法 那么购买了3000斤的一个花生饼和豆饼 两种 但是呢 它没有经过腐熟 它就直接使用了 一个星期之后 它发现不对劲了 这个苗子呀 已经出现了发黄和干枯的现象 它呢 也经过了浇水 但是最后呢 没有挽救过来 已经整体的拔圆了 其实呢 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发酵 在发酵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加入一些 能够促进它营养的一些成分 比如说过磷酸钙 就可以提高它的肥效 一般呢 我们在发酵的时候呢 取100公斤的豆饼 然后再掺上5公斤的硫酸钙 再加上5公斤的固磷酸钙 这样呢 发酵10天左右 就可以完全的腐熟 就可以使用了 一般呢 在使用量上 在做追肥使用的时候呢 一亩地一般使用50公斤 就可以了 好了 感觉视频呢 对你有所帮助 请在下方呢 直接点击关注 感谢观看